2024大选倒数三周 台中第二选区立委选战进入白热化 民进党现任立委林静怡 这个月7号在反会选记者会上 指控对手严宽恒参会会选 假民调恐吓等等负面的选举手法 严宽恒先前就曾经开记者会 反驳说是不实指控 今天在律师的陪同之下 前往台中地检署案例控告 意图使人不当选 而林静怡则是反击 欢迎来告 国民党台中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 严宽恒19号下午在律师陪同下 亲自现身台中地检署案例控告 要告的对象正是同选区对手 民进党现任立委林静怡 林静怡立委从过去到现在 不断在任何各种方式各种形式 直接用指明道姓的方法 来对我个人进行这种抹黑造谣 严宽恒不满被抹黑 说到做到提出公职人员选罢法 意图使人不当选告诉 原因就出自于林静怡 7号在民进党的反会选记者会上 指使颜宽恒流传的负面选举手法 我最近地方的选民已经接到假的民调 当他回答要投给林静怡的时候 对方留下一句话 你都不怕 对手林静怡得知自己被告 非但没再怕更喊话 欢迎来告 被起诉的官司 你就认为说这个叫做政治上的迫害 遇到了可能跟你所担忧的 选举有关的事件的时候 你又要拿司法来作为选举上面的一个攻防 任何的指控请他们提出证据 在没有任何的判刑确定之前 做这些攻击就是要隐藏 他们自己的不足 林静怡穹追猛打 阎光恒的豪宅及侵占国有地等争议 阎光恒也正面迎战 强调会提出证据证明清白 不让对手有机会 见缝插针 这将您的台中参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